哈哈哈哈 对吧 那反正你赠予你孩子钱都是免税的 孩子随便花 啊 那么挣钱不就是给孩子花吗 是不是 哎 所以我们挺可怜的 我们挣了钱都自己不花 老是给别人花 哎呀 自己不花 我我是花的 我刚买了个库里男 啊 什么了 什么是库里男 劳斯莱斯的库里男 我跟你说我怎么回事 我不是在比特币五千美金的时候 我把我的劳斯莱斯换影卖了吗 我把我劳斯莱斯换影卖了以后 买了三十个比特币 啊 买了三十个你听清楚啊 这都是我 我当初发了朋友圈 你们看到我把我两辆劳斯莱斯都卖了 然后买成了比特币 结果比特币又涨到了六万美金一个 我又把 我又 我又把比特币卖了 换成了库里男 我的车又升级了 换了最新版的劳斯莱斯库里男 但是用了多少比特币呢 因为这库里男才四十万美金 知道吧 你们算吧 六块六万美金一个比特币 我才用了多少个比特币 我还剩了好多比特币 你知道吧 又玩了免费的车 啊 又比特币还没少 钱又多了 这就是花比特币的玩法 知道吧 同志们我用这个换比特币 劳斯莱斯换比特币 比特币换劳斯莱斯给大家产 简明了 我什么时候啊 又买劳斯莱斯的时候 那就是要卖比特币的时候 啊 对吧 六万 我就是一个高点嘛 总比四万卖强吧 是吧 那换成了劳斯莱斯库里男以后 什么时候 我觉得这个币又跌到底了 啊 又这个带血的筹码又出来了 我又想要了 但是我这个人手上没钱 我就是有有套房有个车 我只能是卖车 房我舍不得卖呀 是吧 我还得住呀 我只能把我的车卖了 然后接着买币 等币涨了 我也接着卖币又换车 是吧 所以你们经常看我换车的朋友圈 你就知道我是怎么玩的了 我要求不高啊 你每天能吃几碗面就行 是吧 呃 孩子们也要求不高 这边上学都免费啊 所以我们花不了几个钱 呃 所以我的逻辑就是 同志们 大部分的比特币 你是永远 这辈子都永远 卖不掉的 我的比特币 这辈子都不会卖的 也卖不掉的 我也不需要花那笔钱了 知道吧 我就天天过我的小日子 就行了 同志们 你们要按我这种生活方式 你会活得很爽 知道吧 因为最后比特币越来越值钱 你越来越用不着卖了 实在我没钱的时候 我把比特币可能抵押 借点钱 甚至我不用抵押 我就找我的粉丝 我说来借我点钱 我也能借到钱吧 对吧 我现在没到那一步嘛 哪天我想要 很简单嘛 我朋友也多 都不用找粉丝借 朋友们借不就完了吗 花完了以后 给朋友们还的时候 临死的时候还币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最后这辈子币都没花完 所以说炒币就是这样 你们啥时候看到我换劳斯莱斯了 币换劳斯莱斯了 就是高点 什么时候我把劳斯莱斯又卖了 又买币了 那就是低点 我只屡试不爽 而且我基本上给大家都说出买和卖的信号了 大家都不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